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老汉一家三口 早就开始在羊肉汤馆的后厨盲目了起来 忽然听到大门被撞了一下 然后就没动静了 李老汉开始以为是风吹的 可是风吹的这魔响 难道这魔早就有人来吃羊肉汤 想到这里 他拿着油灯出去开门 没成想一个后生倒进了屋里 李老汉仔细一看 发现是城外十四岁的侨夫陈小龙 他经常往他家里送柴 李老汉赶紧喊来娘子无事 女儿每风过来 一起帮忙就醒了小龙 小龙恢复了一些后 李老汉问小龙这是咋了 外媒学很厚 寒风刺骨 一大早来干嘛 小龙忽然跪倒在李老汉面前说 李叔 我爹病逝了 为了给他看病 家里已经没钱了 现在要安葬我爹 我四处借钱都莫借到 出于无奈 连夜来求您的呀 李老汉听完 叹了口气 无事听完 眼泪流了出来 他们都知道小龙是个可怜的孩子 也是个孝顺的孩子 小龙母亲生他是难产而亡 小龙的父亲把他拉扯大 小龙七岁帮地主放牛 十二岁开始砍柴 可是小龙的父亲身体不好 为了给他治病 家徒四壁 和小龙同龄的美凤也十分难过 小龙每次来家里卖柴时 总会顺便烧一些山上的野果给美凤吃 比如山楂 板栗 桃子等等 有时候还会带些花过来 美凤赶紧和爹娘说帮帮小龙 李老汉看了一眼无事 无事进了屋取了钱 拿给了小龙 叮嘱他 不要难过 这几间美凤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和几个饼 小龙千恩万谢地接过前 吃了美凤送来的东西 说回去安葬父亲 李老汉沉思片刻 忽然说道 小龙啊 你安排好你爹的后事 来我的羊肉汤馆帮忙 你可愿意啊 小龙感动得泪流满面 连忙再次跪倒磕头谢恩 说愿意 李老汉这才扶起小龙 让他赶紧回去 于是 小龙成了羊肉汤馆的伙计 他知恩图报 人劳任怨 什么活都抢着干 李老汉和无视中年得女 都年近五十 身体不如从前 好在有小龙和美凤在 美凤人如其名 貌美如花 而且勤劳善良 来登门提亲的人很多 小龙和美凤相处日久 暗生情愫 可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美凤 毕竟自己是他家的伙计 可是美凤偏偏就喜欢小龙的勤劳善良 忠厚老师 李老汉让小龙在店里当伙计 也是有意成全他们 于是在他们十八岁那年 让二人拜堂成亲 他们虽然没有要求小龙改名唤醒 做上男女婿 但小龙说哪怕只有一个儿子 也会让他兴礼 不能让李济羊肉汤的招牌后继无人 小两口十分恩爱 也十分孝顺两位老人 年过五十的李老汉和吴氏 积劳成吉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小两口精心照顾着他们 让老两口甚感欣慰 只可惜美凤一直没有身孕 让老两口感到很遗憾 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先后病逝了 临终前 李老汉把羊肉汤的秘方交给了美凤 叮嘱小龙不要亏待了自己的女儿 小龙郑重承诺 对天发誓 此生绝不负美凤 大半年后 美凤觉得虽然是祖传秘方 但他已经和小龙结为夫妻 就应该不分彼此 所以他将秘方交给了小龙 小龙十分感动 可是没多久 到了清明节 小龙拿着秘方 配好羊肉汤 然后说回去给爹娘扫墓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包括羊肉汤的秘方也不现了 美凤悲痛欲绝 四处寻找小龙 也报了官 可是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好在美凤记的秘方 羊肉汤管还能继续开下去 有人说看到小龙在城外的淮河边出现过 说不定是失足落水了 可是没有打捞到小龙 有人说小龙忘恩负义 拿到秘方后 又见美凤不能生育 跑了 也有人说是隔壁揭开羊肉汤管的王三害了小龙 因为王三比美凤大两岁 在美凤十四岁的时候 就开始托媒婆来提亲 不过都被拒绝了 大家都说王三来提亲 无非是看中了美凤的美貌 还有李家的羊肉汤秘方 因为他的羊肉汤管的羊肉汤 虽然味道也不错 但比起李济羊肉汤还是差了许多 官府曾经调查过 但也没任何证据 施者依依 生者如斯 美凤他请了两个亲戚来做伙计 继续经营羊肉汤管 生意不比以前差 一方面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而且守寡 另一方面是街坊邻居同情他 小龙失踪末多久 美婆重新找上了门 说美凤才二世出头 劝他嫁人 美凤说 好马不背双鞍 好女不嫁二男 更何况我相公是失踪了 我相信他不是薄情寡义的人 总有一天他会回来 因此美凤没有嫁人 每天白天忙着羊肉汤管的生意 他觉得还可以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常偷偷的哭泣 日夜思念相公的美凤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看了很多大夫 都束手无策 甚至有个大夫 说他时日无多了 那天是小龙失踪满一年的日子 也是清明节 美凤去祭拜完父母 想着自己时日无多 父母都已经不在 安爱的相公忽然失踪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城外的淮河边 希望奇迹能出现 见小龙最后一面 因为曾经有人说看到过小龙 他沿着河边一直往前走 走着走着 他脚下一滑 掉进了河里 河岸边并不深 他在河里站了起来 可是他忽然想到父母不在 相公失踪 自己也没儿女 觉得万念俱灰 不如一了百了 正所谓 埃莫大于心思 美凤没有上岸 而是向河中走去 渐渐的河水漫过了他的口壁 眼看就要沉入走到河的深处了 忽然 他感觉脚底下有一个像石块的东西 将自己拖了起来 美凤心想 河里的石头竟然会飘起来 难道自己命不该绝 唉 算了 还是一了百了吧 想到这里 美凤一动脚步 想离开脚下的石块 忽然 他脚下的石块快速地往岸边移动 稳稳地将美凤送到岸边 此时美凤才看清楚脚下的石块 原来是一个磨盘那么大的老龟 美凤大吃一惊 这老龟莫非成了仙 既然遇到了仙人 可否问他相公的下落呢 想到这里 美凤也顾不上被河水泡湿 冰冷的衣服 他赶紧对老龟说道 仙人 谢谢你将我送上岸 想必你藏在这个河里吧 请问你可曾见过我的相公小龙呢 美凤问了几声 老龟竟然纹丝没动 美凤有些失望 不过他又振作精神 说道 看来是我想多了 不过既然你救了我 我决定好好地活下去 等到我知道相公到底是什么原因 离开我的那一天 话音刚落 忽然有个老翁的声音说道 姑娘 你这魔想就对了 美凤大吃一惊 难道有人偷听自己和老龟的对话 他四处张望 发现并无旁人 难道老龟真的是神仙 是他在说话 他忍不住盯着老龟 老龟张了张嘴 吹了口气 老翁的声音又说道 哈哈 没错 我就是你盯着的老龟 美凤再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都干了 跟梅夏过河一样 美凤赶紧跪倒 叩拜老龟道 先人 还请你指点一二 告诉我 我的相公是死是活呀 忽然老龟化成一个老翁 扶住了美凤说道 姑娘 莫要如此 说起来 你和你的相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你可记得你放生过一只受伤的乌龟 老翁这磨一说 美凤想起来了 不过当时放生的乌龟没这么大呀 不过既然乌龟成了仙 能变大事很正常的事 原来七年前 美凤十三岁 当时小龙送柴过来卖 用衣服包住一个受伤的乌龟 小龙说 美凤 这是我在进城的路上遇到的 伤得不轻 我卖完柴 还要回家砍柴 我就把它送给你了 要不你给看一看 美凤留下了乌龟 将它治好 放在家里养住 后来小龙每次进城 即便是不来美凤家送柴 也会找借口来看看乌龟怎么样了 后来乌龟伤口痊愈 美凤说 小龙 乌龟已经好了 你把它拿走 送到河里放生了吧 那里才是他该带的地方 于是 小龙接过乌龟 回去的路上 在河边将乌龟给放生了 想到这里 美凤再次说道 先问小女子美凤好命苦啊 如今我时日无多 我想临死之前 能见我相公小龙一面 哪怕是知道他的生死 失踪的原因 你能帮我吗 老翁并没有直接回答美凤的话 而是让美凤把他的手递给他看 老翁替美凤把脉后说 皱了皱眉头说道 美凤你的病很蹊跷啊 看脉象似乎是中毒了呀 只是寻常人很难发现而已 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毒啊 对了 你平时可发现过什么异常 比如店里的伙计 来店里的客人 美凤想了想说道 我现在店里的两个伙计 都是我的亲戚 我爹娘在世的时候 就对他们很好 后来店中只有我一人 我就请他们来帮忙 你是先翁难道都不知道吗 老翁想了想说 不过我并非什么先翁 还做不到无所不知 我只是有千年道行的乌龟罢了 当年我在河中被黑鱼精所伤 被小龙带走 你们救了我 要不这样吧 你留我在你的羊肉汤馆做伙计 我帮你留意一下 你平常的生活饮食 到底是哪里有不妥 你放心 我会变得年轻一点 你就叫我贵老婆 就这样贵老婆进了里基羊肉汤馆 做了一个火鸡 美凤怕怠慢了他 主要让他收拾收拾桌子而已 几天下来 贵老婆并没有什么发现 然而美凤的身体越来越差 每天只能强大精神熬陪好羊肉汤 坐在店里收下钱 连走动都有些吃力了 贵老婆也心急如焚 他对美凤说 美凤啊 你以后配好羊肉汤 就休息吧 我用修为暂时延续你的命 其他事情都交给我和伙计来做吧 你要是放心我 让我来收钱 美凤十分感激 也不忍心损耗贵老婆的修为 不过贵老婆说默示 不差那一点 但也只能顶上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还找不到解毒之法 他也无能为力了 美凤劝贵老婆别管自己了 让他想办法在他死之前 找到相公小龙的下落 可是贵老婆说 美凤啊 还是先把你的事情解决了吧 如果真的找到你的相公 他见到你这个样子 岂不是更难过吗 无奈何 美凤只好答应贵老婆 几天后 贵老婆忽然将美凤拉到没人的地方说道 美凤啊 我发现你身上的毒是怎么来的了 你收了不该收的钱 美凤听到这里 打断了他的话 然后说道 贵老婆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礼计羊肉 汤馆开门做生意 讲诚信 价格公道 一字买两份 还有优惠 从不收不该收的钱啊 贵老婆说道 看来你确实把心语两个字看得很重要 我还没说完呢 你的毒和收的钱有关 钱和一个叫大住的客人有关 他和你有仇吗 美凤大惊失色 他连忙说道 不可能吧 他是个孝子 他家只有他和他娘 他在一个米铺做伙计 几乎每天都会来我的店里 不过他舍不得吃 都是带一份羊肉汤回去给他娘吃的 他怎么会害我呢 你是怎么知道和他有关的 贵老婆说道 那就奇怪了 我看你平时吃饭都是和我们一起吃的 我们都没问题 但是你身上的毒素还在增多 我帮你收钱之后 我发现我身上也有了毒素 所幸对我并无大碍 我就仔细的注意收到的每一文钱 发现大住给的钱有问题 上面有毒 他和你没仇 干嘛要害你呢 要不你报官吧 美凤想了想说道 这样啊 现在报官 如果冤枉了他可不好啊 啊 对了 我记得从一个多月前开始 大住每次来都是带两份羊肉汤回去 我曾问过他 他的娘能吃这磨多吗 不过他说 他说我家的羊肉汤味道太好了 邻居知道后 让他顺便帮他邻居也带一份 除了这个 大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贵老伯想了想说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每几天贵老伯就跟美凤说 赶紧报官 大住和王三被抓到了县衙 证据确凿 王三开始还狡辩 最后一顿板子之后 什么都招了 因为大住和往常一样来 买了两份羊肉汤 付了钱 贵老伯发现 钱上有轻微的毒素 等大住走了之后 贵老伯尾随大住 发现大住将另一份羊肉汤给了王三 为了确认这件事情 那天贵老伯去了大住做事的米铺 等他下班 大住去找了王三 王三给了大住铜钱 大住来买羊肉汤 然后去给了大住一份 大住被利用了 原来王三果然跟大家说的一样 一方面垂涎美凤的美色 另一方面垂涎里记羊肉汤管的秘方 他见小龙不在了 自己多次提亲都被美凤拒绝 王三心生毒计 他花大价钱 找了一种毒药 涂抹在铜钱上 可以通过手上的皮肤渗入体力 他有解药 所以漠视 他自己不敢去羊肉汤管 不过他知道 离他家不远的大住是个孝子 几乎每天都会带一份羊肉汤给他娘吃 于是王三找到大住 说非常钦佩他的孝心 让大住给他娘带羊肉汤的时候 帮他也带一份 钱由王三来出 而且一次买两份还有优惠 大住觉得只是顺便而已 不收王三的钱 可是王三坚持自己出钱 而且提醒大住一定用自己给的铜钱来付钱 大住献王三坚持 就同意了 那么大住为什么莫中毒呢 因为大住每次给王三送羊肉汤的时候 王三都会倒杯水给大住喝 表示感谢解药就放在水中 所以大住漠视 王三只好将解药给了美凤 美凤的毒解了 可是美凤立即跟支县大人说 大人 我想功臣小龙无端失踪 想必也和这个王三有关 还请大人明察 但是王三坚不承认 被打也不承认 因为他清楚自己下毒并未伤己人命 罪不至死 杀人偿命 那可不是小事 因为没有证据 案情陷入了僵局 王三在压牢中 贵老婆献美凤的毒解了 身体逐渐转好 辞别了美凤 去了河中处理一下家务事 然后决定帮助寻找小龙的下落 美凤继续经营住羊肉汤管 有了贵老婆的帮助 他对见到相公小龙的信心更加十足了 可是一连半个月过去 贵老婆没出现过 美凤不免有些难过 那天 贵老婆突然出现在店里 拿着美凤到默认的地方 美凤大喜 连忙说道 贵老婆 难道有我相公的消息了 贵老婆点了点头 美凤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赶紧让贵老婆带他去见小龙 可是贵老婆叹了口气说道 美凤啊 你先别高兴的太早 小龙确实找到了 只是 哎 美凤转喜为悲 呼诉道 贵老婆 难道我相公出世了吗 已经不在了吗 即便他不在了 我也好后葬他呀 呜呜呜呜 贵老婆连忙说道 美凤 你别难过 小龙人末世 只是你想陷得很难啊 即便是陷到了 你也不一定能带走他 不仅如此 你还可能有生命危险啊 美凤赶紧说道 既然我相公还活着 无论有什么危险 我都会去陷他一面 难道他真的抛弃我了 不要我了吗 不过 我怎么都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贵老婆说道 小龙没有抛弃你 他还是那么的爱你 想着你 就是因为这个 你们才不能见面 你见他才会有生命危险啊 美凤一听 这个更加着急了 他赶紧说道 贵老婆 先锋 想念 却不能相见 这多么折磨人啊 还请您带我和他见一面吧 他到底在哪里啊 有什么危险啊 贵老婆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走之后的一天 是我们淮河水族重要的日子 那天是淮河龙王三公主的生辰 他深得父母的宠爱 每次三公主是生辰 都会大白沿袭 我也被邀请 准备了礼物去祝贺 吃饭的时候 我的好友 龙公的龟丞相说 三公主要成亲了 我自然替他高兴了 就问是哪个龙公的王子 那龟丞相和我交情甚好 本来我可以当龟丞相的 可是我习惯自由自在的生活 没有当 推荐我的好友去当了 他对我毫无隐瞒 说出了实情 他说 一年前 三公主在河中游蚁 见到河中沉下来一名男子 他将那名男子救了下来 三公主没有到人间游历过 他见那名男子相貌堂堂 通过打听得知 那个男子勤劳善良 孝顺父母 有情有义 三公主对他心深爱慕 便将他以他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为由 留在了龙宫 求龙王和王后成全他们 龙王和王后起初不同意 可是他们唯一的宝贝女儿 寻死觅活 苦苦哀求 他们就同意了 大婚之日就定在基天 不过有些麻烦 那个男子说自己有娘子 而且很恩爱 他死活不同意 真是少有啊 我得知情况后 连忙问那个男子是谁 龟丞相说他就是你像功臣小龙啊 每风一听又惊又喜 喜的是相公真的还活着 而且还好好的活着 而且他并没有抛弃自己 不愿意娶三公主 惊得是他被龙王三公主看上了 会不会因此丧命呢 想到这里 他跪倒在贵老伯跟前说道 贵老伯 我自知和三公主无法相比 可是我相公既然不同意 他这不是强人所难 棒打鸳鸯骂 如果我的相公愿意娶他 也就罢了 可是我相公不愿意啊 每风求你 无论如何 让我和相公见上一面 哪怕是死 我也愿意和他死在一起啊 贵老伯献美凤 态度坚决 他说道 你和小龙真是情比金坚啊 也罢 我豁出这条老命 也会帮你们一把 你随我去龙宫吧 于是 贵老伯带着美凤来到淮河岸边 拖着美凤下了河 用水泡罩住美凤 很快他们来到了龙宫 可是下兵械将不让进 不得已 贵老伯让下兵械将请龟丞相 出来一趟 龟丞相得知 贵老伯带着小龙的娘子来到龙宫 起初下了一大跳 私自带凡人来龙宫 这可是大罪呀 可是他转念一想 小龙之所以不同意娶三公主 就是因为美凤 不如让美凤进去 尽快把事情给解决了 省得到时候举办婚礼的时候 闹出什么事情 他也不好交代 龙王和王后 还有三公主都接见了美凤 美凤虽然害怕 但是想到相公就在龙宫 他既然来了 就一定要先相公一面 于是小龙被带到龙宫大殿 二人相见 抱头痛哭 因为他们都清楚 可能很快会面临生死之别 因为龙王只要发怒 一介凡夫俗子 岂能阻挡 果然龙王发怒 要杀了美凤 小龙担心美凤的安危 他哭诉道 龙王王后 三公主 还请你们手下留情 不要为难我娘子美凤 如果你们肯放了美凤 我答应就是了 美凤也哭诉道 相公 我知道你不是真心答应的 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知道你还活着 知道你在龙宫 我上岸后怎么活 那可是生不如死啊 既如此 你就让我死吧 小龙剑美凤态度坚决 十分难过 他拉着美凤说道 娘子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四海参 既然如此 我们便同死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差不散的恩爱夫妻 说完 夫妻二人手拉手 肩并肩朝着龙宫的柱子撞去 三公主看到这一幕 知道自己错了 她连忙施法拦住了小龙和美凤 跪请龙王饶了他们 放他们走 龙王答应了 夫妻二人赶紧跪倒在地 磕头谢恩 谢不杀之恩 谢三公主救命之恩 欢迎三公主以后 去他们的礼祭羊肉汤馆做客 于是小龙和美凤得以团聚 回到家中 小龙立即带着美凤去报官 小龙说被王三推下河 后来被人所救 王三见小龙活着回来 吓得魂不附体 认罪伏法 原来小龙那天回去扫墓 走得匆忙 秘方忘记放家里了 他回来时遇到了王三 王三假意和小龙套进户 切磋羊肉汤的做法 他见四下无人 被地理下了黑手 小龙毫无防备 被打成重伤 王三想套出小龙的秘方 可是小龙在最后时刻吞了秘方 王三又逼着小龙说出秘方 小龙誓死不从 王三气击败坏 将小龙打晕死过去 丢进河中 一切尘埃落定 小龙和美凤继续经营他们的羊肉汤馆 后来美凤生了三儿两女 长子姓李 其他子女姓陈 他们的长子有金榜提名 为官义方的四子经营羊肉汤馆 幼子做生意 他们都乐善好施 行善既得 礼祭羊肉汤馆越做越好 开了好多的分店 贵老伯和三公主 偶尔会出现在他们的店中 小龙和美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声明 本故事旨在传承民间艺术 绚人欺恶行善 弘扬传统美德 与封建迷信无关 谢谢阅读 欢迎点赞评论 笔者说 李美凤的父母在陈小龙有困难时 果断出手相助 足见他们的心地善良 还有他们看人的独特眼光 他们看中了陈小龙的勤劳善良和孝顺父母 让女儿美凤嫁给了他 陈小龙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 他被龙公三公主看中 并由救命之恩都没有屈服 实属难的 也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救了千年神规 他化身贵老伯 查清美凤被下毒的真凶 带美凤去龙公夫妻团聚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过上幸福生活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 勤劳善良 孝顺父母 知恩图报 夫妻恩爱 情比金坚才是获得幸福的根本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古代奇案 和尚冒充宋子观音 众多妇女受辱 两侠女蜜探红莲寺 陕西南宁浮永春县 在城中有个红莲寺 这寺院自各朝以来 世事相传 房屋有数百间之多 田地也有上千余亩 前两广盛 衣食富裕 是一个有名的古沙 这红莲寺的住持法明佛印 有百余名僧众 大凡到寺院中游玩的 会有僧人出来迎接 先请到一间干净房中喝茶 然后陪同游玩寺院一圈 再回到房中喝茶吃水果 招待的十分礼貌 虽来者接款贷 但是却分三六九等 若来的是官员财主 另有一番款贷 这也不必细说 大凡和尚的东西 最好的要塞过 王母娘娘的盛宴 但却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上的 要问这是为何 原来那和尚们名为出家 却利于熏心的血比俗人还狠 这鸡杯清茶 鸡碟水果 就是钓鱼的诱饵 不管你是穷人富人 一律款待 但这茶水 果品却不是白吃的 和尚随后就要找你化缘 不是说佛像要重俗留金 就是说要重修妙语 再没话讲 便已要天佛前的香灯尤为名 要你化缘 若遇到肯施舍的 便认为是善主 而于奉承不识去说骗 遇到不肯施舍的 就认为是吝啬之徒 背后百般诋毁 走过去还要吐几口吐沫 所以古代僧人没有满族之期 这红莲似与众不同 平时建造庙与楼阁 并不开口向人慕化 为此远近闻名 都说此寺和尚善良 分外敬重 反倒有许多人肯施舍募捐 远比其他妙语多数倍 另外 红莲寺有个 子孙堂 即是灵眼 那子孙堂 是三间大殿 雕梁画柱 龙飞凤舞 金碧辉煌 正中间一座神坛 那共一尊女神 手内抱着一个孩子 旁边又站着四五个男女 这女神便是子孙娘娘 神坛上黄渤素满 香客施舍的神邪 五色香间 约有数百只 重重叠叠 不计其数 架上画烛火光 照车上下 炉内香烟缭绕 灌满殿堂 左边供的是 宋子张仙 右边供的是 阎寿新冠 若是去烧香求死的 真是求男生男 求女生女 原来 子孙堂 两旁 各有干净房屋十几间 逐渐隔断 屋中设有窗铺 凡是求死的 必须是年轻无病的妇女 摘戒七日后 亲自到寺中求千 如向佛祖求得上千 就于当晚宿于 子孙堂 两旁的干净房屋中 每房只朽一人 若是讨不到上千 便是齐心不成 和尚替她忏悔一番 回家后重新摘戒七日 再来求千 那干净房屋 四面严密 无一丝缝隙 和尚先叫跟妇女来的家人 在房屋内外四周细细检查一番 觉得无披露后 当晚送妇女进房安歇 家人睡在门外守候 至此栽无人疑惑 第二天 那妇女回去后不久 果然怀孕 不管生男生女 都十分魁北非大 百病不生 只因为有这番灵验 本地不论地主百姓 没有不到 子孙堂 求死的 就是临险得志 也都来求拜 这四中一世间人山人海 非常热闹 不失钱财的不计其数 也有人问怀孕的妇女 在四中当夜是怎样的情形 有说是梦见佛祖颂子的 也有说梦见当夜罗汉与其睡觉的 也有的推托当晚没有做梦的 也有羞涩不肯说的 也有求拜后再也不去的 也有经常不断前往求拜的 列位看官 你想佛菩萨昔日自己修行 还割不断恩义情怀 怎么有心肯管民间的情欲之事 夜夜到这四中托梦送子 只因为古代这地方是信物不信衣 故此阴邪入邪 信仪未真 执迷不悟 白白送自己妻女到这四中 让这般突离受用 原来这四中僧人 虽然外貌假作千功之态 内心却十分贪淫奸恶 那干净的房屋四周 虽然门户紧密 但却又按到直通屋内 等到三更十分 妇女熟睡之时 就有和尚偷偷进来 等那妇女惊醒时 待要叫喊 又怕坏了贞结名分 只得忍辱偷生 一来这妇女本身没病 二来那来的僧人都少年精壮 另外宋四中自行调配的 种子丸 让妇女吞服 故来此的妇女多有怀孕 端抵十发九中 那妇女中有十脸齿的 好似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不敢告诉丈夫 也有不知脸齿的妇女 借此未游 不失钱王取乐 如此这般延续了数年 也是这般和善恶灌满盈 天前两位女侠前来 这两位女侠是谁 就是金仙 玉仙两姐妹 这两姐妹自从峨眉山拜别师父以后 云游四海 浪迹江湖 到处除暴安凉 福威就困 因为两姐妹爱穿白衣 人长得又漂亮 人颂外好 白衣仙女 姐妹俩全都长得齿白唇红 面容俏丽 金仙为人机智沉稳 脾气温柔 雨仙活泼大方 聪明伶俐 这姐妹俩云游到此地后 听说了此事产生怀疑 心说既是菩萨显灵 只要祈祷 何必又要赋予在寺中留宿 这其中必有阴谋 但眼前又看不出什么破绽 不好轻举妄动 必须到寺中亲自检验一番 然后相机而行 姐妹俩伤以后 决定一计而行 这天傍晚 寺院里来了一城小窖 从窖中下来一位美丽的小媳妇 一位僧人忙赶来迎接 看到小媳妇那美丽的面容 先说 小媳妇 今晚我一定送你一个大大的儿子 让你满意 她一面想着 一面盘算着 怎样骗过众师弟 好晚上先把头愁 这美丽的小媳妇拜佛抽签 自是上上之谦 当下调了尖干净的房屋 安顿下来 不一会 和尚叫小沙米来掌炉送茶 这小媳妇的家人 对和尚说道 因着小媳妇的丈夫 久病在床 默认照顾 古先行回去照顾 第二天再来接她回家 那和尚满口答应 说道 老爹不用担心 我们有封条贴在门上 明天您老来看封条有无破损 亲自接调 当下叫来两个稳重的老和尚 在门口把手 并在门上贴了封条 由于是农忙季节 这晚起寺的妇女只有五个 这小媳妇家人离去后 不一会 中古其名 已是出更十分 中妇女全部入宿 其他妇女的家人 各在门外看守 和尚们也各自闭门歇息不提 这美丽的小媳妇正是玉仙 她跟姐姐金仙商议 由她假冒前来求死 姐姐在寺外接应 如听到里面放出响剑 便入内接应 否则要等到天亮游 家人 借初 姐妹俩找到一位老人 给了一点银良请老人帮忙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当下老人叫上自己的家人 顾上一层轿子 送玉仙往寺院中来 且说玉仙眼上门 把竹条的明亮 四下打亮这屋子 只见上面天花顶板 下面地砖铺平 中间床铺桌椅 摆设得十分整齐 真是无丝毫缝隙 不要说人就是鼠虫蚂蚁 也无处可藏 玉仙解衣准备休息 因为心中有事 不敢睡着 不时向帐外张望 大约两更天 四下静悄悄 呼听的床前地砖咯咯作响 玉仙以为是老鼠作怪 低头看时 只见床前一块地砖 渐渐移到一旁 露出一个方洞 洞里钻出一个人头 直立起来 乃是一个和尚 把玉仙吓了一跳 暗中说道 原来这些和尚 设下这般贼迹 又骗梁家妇女 难怪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静静地看着那和尚 只见那和尚 轻手轻脚 吹灭烛火走到床前 宽衣姐带脱去衣服 挨入被中 玉仙假装睡着 那和尚到了被子里 玉仙假装梦中惊醒 你是何人 深夜到此 举手推他下去 那和尚说道 我乃是金身罗汉 今夜特来送子于你 话音刚落 和尚只觉胸口一痛 顿时目瞪口呆 被玉仙点了血 玉仙把和尚放过一旁 点着烛火往洞里瞧去 只见洞口有一幕梯 再往里看去 里面漆黑一团 不知通向何处 玉仙正愁愁着 要不要下去的时候 突见洞里又出现烛火 玉仙赶忙吹灭手中烛火 翻身上床 把那和尚摆放成趴着的模样 过了一会 又一个和尚 从洞中钻出 来到床前 看到先前和尚的模样 开口骂道 你怎地如此贪婪 只管胡缠 也不让老子快活 说完用手来推 突然 他胸口一痛 也被玉仙点了血道 玉仙看到两个和尚如此蠢笨 放下心来 仗着一高人胆大 钻入暗道 这暗道修建得十分工整 玉仙看了暗骂 臭屠驴 为了糟蹋梁家妇女 花了这许多心思 他曲曲弯弯来到一座木梯前 玉仙扶梯而上 看到一个洞口 盲钻了出来 玉仙发现这是一个偏殿 洞口在一尊佛像的后面 玉仙从佛像上跳了下来 朝门口走去 突然整个殿堂灯火通灵 几十个和尚首持兵器 从四周佛像后跳了出来 烛火正中两个肥胖长大的和尚 手持禅杖 其中一人正是佛印 旁边是他的师弟了阴 玉仙冷眼观瞧 只见这两个和尚身材魁梧 面貌凶恶 因为怕四中和尚翘出破绽 玉仙没带长剑 只在腰间缠了一根软鞭 此刻玉仙抽鞭在手 暗响 此刻在屋里 发响剑恐怕姐姐听不见 须得闯出门外 再放响剑 众和尚见火光中围住的侠女 面容俏丽 身材苗条 头发乌黑 白衣如雪 佛印乔仙玉仙如此标致 喜得神魂飘荡 嘿嘿冷笑道 哪来呢磨个妞 抱上万来 撒家不打无名之辈 玉仙呸一声 突驴 糟蹋梁家妇女 恶贯满盈 我白衣仙女 今天要替天行道 宰了你们 佛印文厅 心中一惊 心中暗道 白衣仙女 这些年在江湖上 闯下了好大的名声 怎么今天闯到我的寺里 不过听说 白衣仙女乃是两个女子 怎么今天只来了一个 想到此 口中说道 撒家听说 白衣仙女 只在凡间行走 怎么今天有心管起我们佛家的事来 莫非姑娘想要出家当尼姑 本寺向来只收和尚 不收尼姑 论武功 玉仙比任何一个和尚都强 但众和尚人多是众 玉仙手中的兵器又不称手 软鞭不像刀剑可伤人 抽在和尚身上 最多疼痛一阵子 那些个和尚 个个皮糙肉厚挨上鸡鞭子 也不算什么 玉仙仗着初衷的武功 灵活的身法 跟众僧周旋 时间一长 便有些力不从心 玉仙心想 这些臭和尚 自己虽然不惧 但都要把他们打发了 也要费一番功夫 广且佛印胡了音还没出手 在旁边虎视眈眈 反正事情已经查清 得赶快冲出去 和姐姐会合再做打算 想到此 玉仙虚晃一边 向门口冲去 佛印大吼一声 想走 莫那么容易 禅杖一百 迎向玉仙 玉仙见佛印来势太猛 心想不能硬拼 姑娘一提中气 凭空升起一仗 越过佛印头顶 向门口飘去 不料眼前一黑 头顶一雾照下 姑娘身在空中 无法闪避 被一张鱼网裹住 中和尚收紧网口 姑娘站立不稳 立时摔倒 佛印瞧着鱼网中的玉仙 嘿嘿冷笑 玉仙被裹在鱼网中 不能动他 口中骂道 突驴 打不过 便是诡计 算什么英雄 有本事 放开我再行打过 佛印道 臭丫头 本住持力取不成 便当智取 他一挥手对众僧道 绑起来 等抓住 这臭丫头的姐姐 大家一起受用 众僧扑向玉仙 两个和众僧把姑娘从鱼网中放了出来 被押出房门 经过了阴身前世 了阴朝玉仙道 小丫头 你以为你钱的事 人不知鬼不觉吗 你经过地道之时 已经出洞机关 故大哥带领撒家众兄弟 在此恭候 说完冲着玉仙哈哈大笑 再说 金仙夜晚在寺外等候 久不见玉仙发出信号 直到玉仙末世 待天亮后 叫上老人前来接人 不料酒扣门还 却不见玉仙前来开门 金仙知道事情不妙 正要冲进去 却见房门打开 一僧人从屋内走出 对金仙道 施主道此 所为何事 老人忙道 这是我家丫鬟 今日随我前来接娘子回家 那僧人道 我愿主持见你家娘子 会根清静 骨骼清秀 智慧伸展 已被助持请到大殿中讲佛去了 金仙知道 这和尚在胡说八道 但玉仙已然有难 不得不跟那和尚走 再相机行事 金仙不想殃及无辜 就对那老人道 老爷请先行回去 带着娘子讲佛完后 儒家自会和娘子一起回家 那老人无法 只好假意叮嘱一番 先自己回去 金仙跟那和尚一边走 一边暗自戒备 等进入大殿后 却看不到人影 金仙问那和尚 怎么不见我家娘子 她在哪里 和尚说 可能是进入后殿了 我们去看看 说完抬脚往后殿走去 金仙叫道 不如你把我家娘子领出来吧 我有些脚痛 就不进去了 原来金仙怕中埋伏 故此想先行脱身 待得晚间再来相救 不料话音未落 姑娘身后 传来一阵大笑 一群和尚走进大殿 将金仙围了起来 为首的正是佛印 金仙知道已经暴露 抽出围在腰间的软边 暗自戒备 原来金仙怕暴露 也没敢戴刀剑 看到眼前的阵势 金仙暗道 今日可有点拖大了 暗自后悔 莫戴刀剑 佛印喝道 把这丫头给我拿下了 众僧往上围攻 不料金仙手一扬 就有两个和尚中飞刀倒地 佛印一惊 暗道 没想到这丫头还有这一手 佛印大声喝道 住手 臭丫头 你抬头往上看看 金仙抬头观看 只见玉仙被反攻着身子 捆绑成 四马道攒蹄 撞 用一根铁链 吊在房梁枝上 嘴里堵着手巾 嘴外面用一根绳子勒住 在脑后打劫 防止玉仙把嘴里的手巾吐出来 看着妹妹被捆绑成这般模样 金仙心如刀脚 但金仙毕竟比妹妹老到沉稳 虽如此行事 却临危不乱 她看到妹妹是用铁链吊在房梁上 飞刀射不断铁链 又怕伤到妹妹 不敢发飞刀割断妹妹身上的绳子 只好面对众僧 一点点向玉仙退去 打算以清宫月上房梁 解开妹妹 再做打算 不料正退着 就掘脚下一软 踏入翻板 坠入坑中 那坑也就二人多高 以金仙的清宫 根本就拦不住她 金仙深吸一口气 准备重新跃出深坑时 就掘一阵田香扑来 脑袋一晕 昏了过去 原来福音已在坑中下了迷药 等金仙醒来 觉得浑身疼痛 周身一看 现自己只穿贴身小衣 被五花大绑捆作一团 胸前躺着一个人 低头一看 却是玉仙 也被五花大绑 金仙向四周关桥 只见房子虽然宽大 却不见天日 乃是一个地牢 金仙带要正扎脱绑 就见牢门打开 佛印 能因带领众和尚走了进来 众和尚在地牢里 点起四五十根粗大的蜡烛 使得房间亮如白昼 此刻玉仙也已醒来 看到姐姐也被抓住 又见自己 紧穿贴身小衣 和姐姐一样 被五花大绑 露出胳膊大腿 不禁又羞又恼 中和尚不禁齐声喝彩 哥哥口吐馋咽 但了因没有发话 他们不敢造次 玉仙开口骂道 臭和尚 放我们姐妹出去 不然让你们哥哥不得好死 佛印银笑道 别急 今天撒家带领众弟兄来梳理你们 文音喝道 将他俩吊起来 众和尚这些年给许多妇女 宋子 却还没见过这等漂亮姑娘 个个不禁心仰难耐 金仙 欲先眼见自己双手被捆绑在背后 被吊在房梁上 捆绑成这等屈辱模样 知道今天不能幸免 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到了半夜 突听外面喧哗 看守两姑娘的和尚 打开老门 只见门外灯火通灵 人喊马斯 原来曾带两姑娘来寺的老人 见两位侠女近似两天不出 知道不好 报告了当地县官汪大隐 这汪大隐是本县新任大隐 姓汪明诞 祖籍福建泉州晋江人士 少年科弟极为聪慧 他晓得此地遗憾杂军 民风彪悍 最为难止 到任之后 他不畏强好 不到半年 只得献中盗贼前宗 人民乐福 他仿得红莲死 有起似灵验之事 心内也是不幸 正打算追究此事 听得老人报告 当下差人便召快手 各带兵器前来搜死 汪大隐带兵冲入寺中 将众和尚一概监警 指挥众兵四处搜查 终于救出金县 与仙良姐妹 待得知事情经过 汪大隐大怒 向众人说道 这群和尚淫恶滔天 如若留住 满城妇女 尽受荼毒 若不尽诛 何以儆候 说完朝重兵道 各砍手机来报 众人领令 点齐火把 蜂拥入尖 而阴剑势头不好 连教 我等愿招供 言还未必已 头已落地 虚余之间 百于和尚 齐皆斩首 只有佛印 仗着精湛武功 趁乱逃走 汪大隐见中僧一珠 只跑了佛印 说道 这等寺院 留住终究是祸害 一把火烧掉干净 众人听了 退出寺院 放起火来 虚余见 这百年老四 被烧得浅浅浅浅 汪大隐约金仙 玉仙良姐妹 同往县府盘横一阵子 但良姐妹 说要继续飘游江湖 找寻佛印报仇 竹谢果汪大隐 良姐妹一同上路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